用这个学习的心态去做咯 虽然我觉得一开始很累很辛苦 就好像你们上学也是觉得很累很辛苦 可是你上学可以学到东西吗 你帮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去学东西 我不是讲哎呀很险耶 不想上课咧不要去读书咧 哎呀宽课啦 这样子对你没有关注了 因为如果你现在一直宽课哦 以后你出去社会做工会更辛苦 你不能宽 你不能宽工 你宽工就被扣工钱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大家你们要好好读书 我真的很后悔以前哦 我这样叛逆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我没有好好把书读好 没有把妈来问英文学好 然后我一直以为 以后出来就可以赚大钱 你知道哦 我讲没有读书也可以赚钱的嘛 当然是 当然那时候我想法很天真 我就觉得哎呀 没有读书也未必找不到工作的嘛 一定会有一个适合自己的 然后我就跟我家人妈妈讲哦 我不想读书了呀 我妈妈就骂我 我怎么会要读书 我讲我不想 我不想读了 我没有兴趣读啊 就不想读了咯 然后我就那时候很任性 我就跟我妈妈讲 我不要读 15岁的时候 我妈妈叫我进去读 我不要 不要什么吼 讲什么 不要读书这句话 好 因为我爸爸妈妈是过来了嘛 每个人的爸爸妈妈 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会读书的 他们都是很辛苦赚钱的 我爸爸妈妈吼 以前都是在做服务业的 所以我经历了 我现在经历了我爸爸妈妈过的生活 我爸爸妈妈以前哦 每天在餐厅打工 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类似我爸爸妈妈做的工 我现在感觉了感受得到 原来我妈妈以前这样辛苦的 我妈妈以前是店长 你懂吗 店长几类哦 我没想到我妈妈已经这样累了 为了要照顾家庭 还要做工 然后跟我们孩子相聚的时间特别短暂 我每次就抱怨 为什么妈妈每天做工不要陪我 我现在才知道我爸爸妈妈真的很辛苦 你知道吗 哎 死完 太高 你不信 太爱 你不信 输掉 没事 真的 我爸爸妈妈很辛苦 我就是很难想象 为什么爸爸妈妈会以前丢下我们 自己去国外出国打工 我现在真的能够明白 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的心情 就是没有钱啊 所以才只能去国外打工 然后冷痛跟自己的孩子分开 他们选择去国外发展 因为国外赚的钱比较多 他们不要在马来西亚赚钱 因为他们觉得马来西亚赚钱 太少钱了 赚不到多少钱 所以咯 我终于能够明白 为什么妈妈这样很心 可以跑下我们自己出国打工 以前我每次打电话跟妈妈哭 我就想 这么你们不要回来 然后我就每天跟我妈妈哭讲 我在学校啊 很孤单啊 然后又讲 好像人家有爸爸妈妈载他去学校 我看到他们爸爸妈妈载他去学校的那种感觉 我就很想哭 我就跟我妈妈讲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去学校 然后我就很放心 我就跟我妈妈讲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去学校呢 然后很好 所以我婆婆愿意带我 愿意什么 我以前带我手的时候 她每次骑着摩托车 载着我去甘蹦的时候上学的 然后我就很想念我妈妈的时候 然后我就很想念我妈妈的时候 很想念我爸爸妈妈 我就打电话跟我的妈妈讲 我就讲 我真的很难过 因为你看着别的同事 有爸爸妈妈亲自接送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孤单 那个心情 就起来好像自己被世界抛弃了 那种感觉 做得好 真的 我一想起小时候 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很不好 所以以后如果可以的话 我尽量是不会让自己 未来如果以后我有了孩子 我是希望我可以陪着孩子长大 而不是让他经历这种 跟自己的父母分开的那种痛苦 因为真的太痛苦 因为一直死哦 最近状态不是很好哦 打FIFA也就 好难过送SUNSET世界孤立你 没有啦 打死大脑之后 就会觉得 爸爸妈妈这么做的选择 其实是对的啦 出帽 我只是突然间想到我爸爸 很想念 到了 真的 你们可能没有经历过那种 自己家人分开的那种感觉 然后 很多人就问我 为什么你 爸爸妈妈好像 不在你身边 然后我就觉得很 很难受 真的很难受 这个是小时候啦 然后长大了之后就会觉得 没有什么啦 反正爸爸妈妈还是爱你的 哎呀 爸爸妈妈还是爱你的 只是 他们不能配在你身边 这样子哦 什么 嗨 我每次一想到自己的 好像 有人就问你啊 你爸爸在哪里 然后我出去讲 我爸爸 我爸爸已经过世了 我就讲 因为还是会想到爸爸 很想爸爸 然后 就讲 为什么 爸爸在我 还没有 还没有成熟出来 赚钱的 赚很大钱 我想要看 我那时候是很希望哦 爸爸可以在我 赚大钱的时候还活着 看着我 看着我 然后找到自己的 幸福的那种 然后 我爸爸就是这样子离开我 真的太突然 那个时候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爸爸会去世你的 我没有想到 我爸爸会生病去世 然后 那时候我就不懂得珍惜哦 我就是以为 爸爸会我也陪着你生病 可是其实没有 谢谢 谢谢 好